Kiana日前在IG揭露自己跟OZ曾經有過關係 並喊話由男方出來說清楚 時隔幾天OZ直接寫一首歌表達心聲 說自己就是壞 說話很曖昧 常常被誤會 就是個天生的playboy 似乎也算是回應了這件事 而Kiana看完後 先是曖昧表示 詞真壞 我喜歡 後來又把自己的IG字界改成小壞壞 之後又突然PO現動說 不想再有任何隱瞞 如果我願意全盤拖出所有 你們願意聽嗎? 還說OZ新歌很好聽 侵略性浪漫變成侵入性浪漫 人設很棒 安全下妝 吳墨還請問OZ Are you ready? 內容讓人摸不著頭緒 但之後他又再度發文 直到前夫謝和錢 說之前謝就不喜歡OZ 所以一開始 自己才會撇清跟OZ的關係 他姓和錢夫妻卻還是落井下石 不斷酸OZ 曾經自己在受到謝姓夫妻每天攻擊時 非常感謝OZ出現 成為行屍走肉的生活裡唯一的快樂 吳墨是自己因為OZ 跟男友水平少爺 發生爭執分手 但現在男友還是一直在身邊安撫他 並說是OZ先開始的 並且口頭給過承諾 自己則是希望跟OZ一起溝通 一起解決兩人犯下的錯 並強調自己不是炮友 也沒有所謂暈船 OZ的歌詞 用不尊重女性的言辭 對他造成二次傷害 最後也說女人應該出來捍衛自己 而不是男生因為有作品 不能用壞來包裝 炸得很帥 長文中依然沒有說明 目前留言也一直是關閉狀態 兩人之間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讓我們有看的是無薩薩